好我们回家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的是什么呢 上级课讲的是这个加法是吧 俩划块一个加数一个倍加数 夸夸一划划了之后就得到结果了 就算出来了 那这划块它不是一个 这AE不是一个算算数的地方 它是一个做做视频的地方 怎么样才能把它和视频相关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我们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合成 大小默认时间五秒钟五秒钟 然后确定确定之后在上面写点什么呢 写一个文本写写OEasy OEasy写了OEasy之后呢 找到它里边的文本 以前我们都是点这个小三角 进去原文本对吧 这次我们不一样了 这次我们变换点开变换 里面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叫不透明度 这个不透明度呢 你看它这个是这支100调成0 就没了是吧 调成10001000100 是不是这变来变去的 蓝颜色的 比如说我调成59% 它是不是就全是59% 它是在时间上没有变化的 如果我希望它在时间上有变化 怎么办 那么我就要在这个小马表这块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就怎么样 它就出现这个东西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关键帧 关键帧 它是多少 它是0 到最后它是多少 它是多少 它是100 它是100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0到100 0到100之间有变化了 从图形的方式去观察它呢 点开这选中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使用什么方式 使用这个边际直图表 你看这个这个效果 把这个缩放拉到这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0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100 这就是0 这就是100 那么还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往中间挪挪 中间挪挪 这你看这一挪 是不是俩关键帧一起挪了 我点一下 松开一个关键帧 还选一个关键帧 这是不是可以往这挪 对不对 往这挪 往这挪 我是不是点这之后 还可以再去添加一关键帧 我这一晃腰 是不是就出现一关键帧 这关键帧 是不是就可以挪了 对不对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从这到这都是 没东西的 然后呢 逐渐淡入 对不对 淡入 淡入之后该怎么样了 该淡出了 淡出就是 先愣一段 对吧 先愣一段 先愣一段就是 一滑动它 愣一段 然后呢 到这淡出 淡出 淡出 最后呢 就一直淡出着 是吧 播放一边呢 出现 持续消失 是吧 这叫 无 从无开始 无 然后呢 乘 住 坏 空 是吧 乘住坏空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现在呢 就想把它和这个滑块 关联起来 而且呢 我现在比如说 我把这关键针选中了 这个 选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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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删了 删了这就上一关键针了 就上一关键针 不行 还再来一关键针 再来一关键针 他要调到100 这太容易了 关键是什么呢 从这个半透明到 到半不透明之间的过度 开始的值可能不是零 可能是这么一个值 结束的值呢 可能不是零 可能是这么一个值 那么 其实就是从什么 从20到75之间的变化 从20到75之间的变化 那这个20和75 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用滑块来控制 这能不能做到呢 我们下次再说